爸爸去哪儿第六季素人萌娃招募已经开始了 前有阿兰雷,后有小山竹 不知道下一个新手爸爸会迎来哪位小萌娃 而娱乐圈中又会有哪些新爸萌娃加入这个节目 小巴相当期待呀 明星爸爸和孩子的相处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不光是在各种亲子节目里 私底下,父亲和自己子女的相处方式也一直为吃瓜群众所乐道 这部吴宗献之前和女儿一同出席活动时的照片就引起网友热议 照片中,55岁的吴宗献揉住自己27岁的女儿 一脸兴奋的亲到女儿脸颊上 虽然女儿的脸上画着笑容 但从肢体语言看是有些抗拒的 这在外人看来,这时有些不雅 其实,爸爸和孩子嘴对嘴亲吻 已经是亲自相处时的常态了 王诗玲和爸爸王月伦还胜过一组写真 照片中的pose就是父女俩嘴对嘴亲吻 贾乃亮之前带钱新上节目时 就会经常跟心眼嘴对嘴亲吻 李小鹏在节,目中也会时常亲吻小奥利 天亮也会亲吻我们风一样的女子分别 张琴还在微博抱怨 说老公林瑞杨和女儿玩了半个小时的亲戚 这些行为在大众看来 都是爸爸和孩子的友爱互动 只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爸爸在和女儿进行这种互动 看起来就有些侧眼 黄磊带女儿多多参加爸爸去哪儿时 黄磊会在节目中亲吻多多 有不少网友认为 当时多多已经八岁了 开始对两性关系有模糊的认知 这种嘴对嘴亲吻的亲情表达方式 对他来说已经不太妥当 如果说多多这种年纪还算正常的话 那胡君赛女儿十几岁的生育 会和他亲吻就真不太恰当 虽然胡君对女儿的喜爱和呵护是说了名的 但他和女儿的相处方式 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无独有偶 就魔智的扮演者李胡琳 也曾在网络上晒出一组他和女儿的照片 照片中李胡琳和自己15岁的女儿亲密合影 两人也来了一张嘴对嘴亲吻 其实不光是以上这些妇女之间的互动 我们的小猪罗志祥和妈妈的互动 也是Rule开放 罗志祥是出了名的孝子 出道之后虽然工作繁忙 但绝不会因此冷落母亲 母子俩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玩亲亲 遭众人非议后 罗志祥表示 自己只有一个妈 而你们不懂什么是爱 有网友觉得 这种嘴对嘴亲亲的情感表达方式 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思想比较开放 在小爸查了查西方的李一希福 发现亲人之间最大程度 也就做到天面里 嘴对嘴的亲吻方式还真不包括在内 中国有句老话叫 女大婢妇儿大婢母 亲吻当然是表达亲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孩子长大之后 生理和心理都慢慢成熟 我们可以用更加妥当的方式 来和孩子相处 明星之间的这种嘴对嘴亲吻的亲情表达方式 你能认同吗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